一对情侣深夜在铁路旁散步 不料遭遇到一名男子的袭击 女孩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他并不知道 这名袭击者是一个犯下多起命案的恶棍 由于案发地点都在铁路沿线 因此他被称为铁路游荡者 这就是今天所要讲述的铁路连环谋杀案 艾文斯维尔位于印第安纳州西南部 是范德堡县的县制 也是印第安纳州第三大城市 人口约12万人 俄亥俄河从他的南边流过 这里有着中西部小镇的独特风情 以及宁静祥和的生活氛围 霍利·邓恩1977年出生于艾文斯维尔 他有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姐姐 和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 霍利的父母非常爱他们的孩子 并给了他们成长所需要的一切支持与关怀 霍利和他的哥哥姐姐关系十分融洽 他们喜欢在家后面13英亩的草地上玩耍和探险 兄妹三人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 尽管霍利的哥哥不幸在一场车祸中去世 这给整个家庭带来了巨大的悲痛 但霍利仍然拥有一个幸福的童年 1995年霍利和姐姐一样 来到莱克辛顿的肯塔基大学就读 这里距离他的家乡 艾文斯维尔约300公里左右 列克辛顿是肯塔基州的第二大城市 仅次于路易斯维尔 根据福布斯杂志的评选 他被列为全球最清洁的城市第十位 霍利非常喜欢这里 因为这里完全符合他对理想学习环境的想象 干净、安全、学习氛围浓厚 由于他的姐姐参加了女生联谊会KKG 霍利也加入了该联谊会 并很快融入了校园生活 霍利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性格开朗的霍利非常受欢迎 他常常成为派对商的焦点 霍利计划在列克辛顿度过他大二结束后的夏天 在暑假的一天 他的好友安妮迎来了二十岁的生日 为了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 他们第一次去了酒吧 在那里霍利结识了一个男孩 二十一岁的克里斯·迈尔 克里斯也是肯塔基大学的学生 他不仅身材高大 相貌英俊 而且风趣幽默 两人相谈甚欢 甚至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克里斯给霍利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在离开酒吧时 霍利告诉安妮 她觉得克里斯非常可爱 希望能更多地了解她 在安妮看来 两人的性格都很活泼 或许会是完美的一对 在之后的几天 霍利和克里斯越走越近 虽然霍利不确定这是不是爱情 但她就是想花更多的时间 和克里斯在一起 1997年8月29日 克里斯和霍利一起参加了一个家庭派对 晚上十点多 派对还在进行中 克里斯提议和霍利出去走走 霍利欣然同意 克里斯在背包里放了一些食物和饮料后 两人便离开了派对 霍利很高兴能和克里斯单独相处一段时间 他们边走边聊 不知不觉走了大半个街区来到了铁路边 尽管当时已是深夜 但铁路沿线的路灯和月光 让这里并不显得太黑暗 周围非常安静 对于热恋中的两人来说 这一刻显得格外浪漫 他们沿着铁轨继续散步 享受着夜晚的宁静和彼此的陪伴 其间他们会停下来坐在铁路边吃些东西 然后继续向前走 大约一小时后 他们决定回到派对 然而就在此时 他们看到不远处的配电箱旁有一个人 那人正向他们走来 当他走到两人跟前时 冷冷地问道 你们有钱吗 霍利仔细打量了一下那人 发现他个子不高 皮肤有黑 从他的口音可以听出 他应该不是本地人 或许是来自墨西哥的 霍利还注意到 那人手里拿着类似冰锥或螺丝刀的物品 显然 克里斯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眼前的男子是一个不怀好意的歹徒 克里斯双手摊开 表示不会反抗 并对那人说 如果你想要钱 这里有一些 但不多 我们也可以给你银行卡和密码 而且我们有车 就停在附近 可以带你去取钱 那人没有回答 只是走到克里斯身后 让他跪下 克里斯照做了 接着那人开始翻克里斯的背包 然后用背包的袋子 绑住了克里斯的双手 霍利当时非常害怕 他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形 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他没有想要逃跑 因为他想和克里斯一起离开 那人绑住克里斯的双手后 转身向霍利走来 他举下霍利的腰带 将他的双手绑在身后 随后他拖着克里斯 离开铁轨 走向附近的灌木丛 霍利不自觉地跟在他们身后 他觉得这是他唯一能做的事 在灌木丛里 两人被要求趴在地上 他们的双脚被自己的衣服捆绑 霍利觉得要大难临头了 然而霍利听到 歹徒的脚步声游近极远 他不知道那人会不会回来 什么时候回来 但即使有危险 也必须趁现在离开这里 他挣脱了绑住双手的皮带 但可能是因为紧张的原因 他始终无法解开双脚的衣物 于是他想先帮克里斯 解绑双手 他手忙脚乱 一时难以解开 克里斯安慰他说 别害怕 一切都会过去的 他的语气非常平静 克里斯不会想到 这将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此时霍利看到歹徒回来了 他双手抬着一块大石头 霍利吓得连连后退 他亲眼看到那人走到克里斯身边 然后抬起石头 毫不犹豫地砸向克里斯的头部 克里斯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对于霍利来说 这就像是一场噩梦 但更糟糕的是 这不是梦 当时霍利非常绝望 他知道下一个就要轮到自己了 只见那人拍了拍手上的土 转向霍利 试图侵犯他 霍利拼命挣扎 这激怒了歹徒 他拿起力气刺伤了霍利的脖子 于是霍利停了下来 他知道反抗可能适得其反 他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记住那张脸 过了一会儿 霍利隐约赶到自己的头部 被击打了几次 当时他几乎失去了知觉 只是下意识地用手护住头部 直到晕了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 霍利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 他浑身先红 分不清哪里受了伤 而且感觉自己的下巴不太对劲 他难以咬合 连说话都非常吃力 他查看四周 确信袭击者已经离开 于是缓缓起身来到克里斯身边 试图咬醒他 但克里斯毫无反应 这一次他决定留下克里斯 独自离开这里寻求帮助 他艰难地走了几百米路 终于看到一所房子亮着灯 他没有敲门就静止走进了房子 当时桌子旁有一个年轻人 惊讶地看着他 霍利十分费劲地说 帮我拨打报警电话 我的男友需要帮助 他还在铁路边 霍利长舒一口气 摊坐在地上 几分钟后 警车和救护车陆续来到了现场 当霍利被抬上救护车后 他听到身边有人在忙碌 还有一气的嘟嘟声 此时霍利如是重负 仿佛重获新生 詹姆斯库尔斯是最先到达现场的警员 他和几名同事根据报警者的描述 沿着铁路寻找霍利的男友 不久后他们在灌木丛找到了克里斯 但他已经失去了生命 警方在现场找到了霍利的皮带和鞋子 以及一根沾油血迹的木棍 但没有找到凶手的指纹 在这起案件中 霍利是唯一一个见过凶手的人 然而他由于伤势过重 暂时无法接受询问 霍利在肯塔基大学医院接受治疗 他的下巴和眉骨骨折 颈部有多处利器刺伤 但幸运的是霍利最终活了下来 警方还做了侵犯测试 并保留了生物样本 在伤势稍有好转后 霍利接受了警方的询问 他详细描述了事件的经过 他回忆道 袭击者身高约170公分 有一双黑色的眼睛 戴着宽大的眼镜 身穿白色衬衫 会说英语 看起来像是墨西哥人 霍利尽可能详尽地描述了 他所知道的所有细节 警方根据这些描述 绘制了凶手的素描画像 霍利的父母在案发后第二天 来到霍利的身边 看着面目全非的女儿 他们无比悲痛 他们无法想象霍利遭遇了什么 霍利从父母的口中得知 克里斯去世了 尽管他有心理准备 但在听到确切的消息后 依然难以接受 霍利住院一周后 和他的家人一起 回到了印第安那州的家 他所经历的不仅仅是肉体上的伤害 更是情感上的痛苦 这些伤痛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治愈 与此同时 案件的调查还在继续 警方将从霍利体内提取到的DNA 与基因数据库进行了比对 但没有任何收获 接着警方通过媒体 向民众公布了凶手的画像 这一举措使得整个列克星顿 对此案被加关注 在列克星顿 确实有些行业雇佣了很多外来人员 比如农业和建筑业 其中就有不少来自墨西哥 而且他们常常在铁路沿线工作 因此警方开始从这个方向进行调查 他们收集了大量的DNA样本 但依旧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警方还在很多房车营地进行调查 因为这里也有很多墨西哥人口 不仅如此 警方还将印有嫌疑人画像的传单 散发到列克星顿的每一个角落 这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 但遗憾的是 这些行动同样没有收获 在案发后一个月 霍利回到了肯塔基大学 毕竟生活还要继续 然而曾经开朗的霍利 已经和从前大不一样了 他对任何陌生人都保持高度警惕 尽管他明白好人占绝大多数 但仍然无法控制内心的恐惧与不安 此外 每当他听到火车的声音时 都会感到浑身发抖 呼吸急促 仿佛那天的可怕经历再次浮现在眼前 不过在霍利的好友 以及克里斯生前好友的陪伴下 霍利渐渐走出了阴影 但在之后的一年里 案件的调查工作依然没有任何进展 案发两年后的1999年 霍利即将从肯塔基大学毕业 正当他准备开启新生活时 有人敲响了他公寓的门 来人是两名警员 他们告诉霍利 案件调查有了重大进展 德克萨斯警方在另一起案件中 通过DNA比对 确认了那起凶案的凶手 与杀害克里斯的凶手是同一人 而且这名嫌疑人在过去的一年里 至少犯下了四起凶案 1998年10月4日 一位87岁的女士丽菲梅森 在他位于德克萨斯州 休斯普林斯的家中遇害 经办此案的兰迪·肯尼迪 从小就认识丽菲 他当时刚接任 休斯普林斯警局的局长不久 丽菲的死因为 头部受到顿气击伤 凶器也是一个老旧的电运斗 警方在丽菲家的玻璃窗上 提取到两个完整的掌印 从掌印的指向判断 凶手应该就是从窗台进入房子的 这扇窗户面向铁轨 在调查过程中 兰迪接到来自休斯顿警局警员 肯马卡的电话 他说丽菲案与他正在调查的 本顿博士谋杀案的情形非常相似 他指的是1998年12月17日 也就是丽菲案发生一个半月后 一位名叫克劳迪亚本顿的 儿科神经学家 在位于休斯顿郊区的家中 遭到侵犯并被杀害 死因为头部受到顿气击伤 凶器是一座同质雕像 克劳迪亚的家也靠近铁路 凶手在行凶后偷走了克劳迪亚的车 但警方很快找到了这辆车 并在车上提取到了 嫌疑人的指纹和生物样本 警方将指纹通过全国指纹数据库 进行了比对 并成功匹配到了一个 从墨西哥过境的嫌疑人 39岁的安吉尔·拉米雷斯 警方又通过DNA比对 将拉米雷斯与霍利和克里斯 联系到了一起 而就在警方来找霍利的前几天 也就是1999年5月2日 在德克萨斯的魏玛 又发生了一起双重谋杀案 受害者是46岁的诺曼·塞尼克 以及他47岁的妻子卡伦·塞尼克 这起凶案的凶器是一把锤子 这四起案件的共同特点是 都发生在铁路附近 受害者的死因 都是头部遭到顿器击伤 尽管警方已经确认 拉米雷斯是多起凶案的重要嫌疑人 但想要找到他却并不容易 经调查 拉米雷斯首次入境是在1976年 之后他经常使用假名生活 他曾做过一些临时工作 但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 警方推测 他是通过藏在列车的狭小空间 沿着铁路沿线随机作案 然而他并不会以正常途径乘坐列车 他也没有手机、信用卡、住址、汽车等 可供查询的信息 警方在铁路沿线搜查过往列车 但以这种方式要找到拉米雷斯 如同大海捞针 这起连环谋杀案在恒大范围 引起了极大关注 特别是住在铁路附近的居民 因为拉米雷斯总是在铁路附近作案 被人们称为铁路漂流者 然而就在警方追捕拉米雷斯时 他丝毫没有收敛 相反他在1999年6月 继续犯下了四起凶案 6月4日 26岁的小学教师诺埃米多明格斯 在自己的公寓里遇害 凶器是一把稿头 七天后 他的白色本田汽车 在德克萨斯德尔里奥被发现 同一天 73岁的约瑟夫康维卡 在德克萨斯杜比纳被杀害多明格斯的 同一把稿头所杀害 凶手还在犯罪现场留下了一列玩具火车 不仅如此 他还向当地媒体寄取了一篇自传类文字 他似乎是在炫耀自己的罪行 6月15日 80岁的乔治·莫博 在伊里诺伊州的格勒姆被杀害 他的房子距离铁轨不到100米 同一天 52岁的卡洛林·费雷德里克 被杀害莫博的同一把猎枪所杀害 警方从这四起凶案现场 收集到更多指纹和生物样本 这些证据都指向同一个嫌疑人 拉米雷斯 格勒姆距离霍里居住的列克星顿 车程不到两小时 霍里感到非常害怕 他担心拉米雷斯会来找他 于是霍里决定去欧洲住一段时间 很显然 拉米雷斯目无法计 而且犯罪频率还在加快 如果不能将他抓获 将会有更多人成为受害者 为此 联邦调查局将悬赏金额增加到 12万6千美元 这一数字可以排进历史上 悬赏金额的前五位 1999年6月21日 拉米雷斯成为联邦调查局 十大通缉犯名单中 第457名逃犯 通缉令发出不久 警方接到一通电话 拨打者是拉米雷斯 居住在新墨西哥州 阿尔伯基克的妹妹曼努埃拉 他告诉警方 拉米雷斯在墨西哥 并且他正在劝说哥哥回到美国自首 当然 拉米雷斯考虑自首的原因 不仅仅是妹妹的劝说 更重要的是 他已经因为通缉令失去了自由 他不仅有可能被引渡回美国 也有可能成为赏金猎人的目标 第二天 拉米雷斯和曼努埃拉 以及联邦调查局 进行了一次三方通话 最终拉米雷斯同意自首 自首地点约定在德克萨斯州 埃尔帕索的边境 7月13日 来自联邦调查局 德克萨斯尤其兵 以及美国法警的调查员 在埃尔帕索边境等待 拉米雷斯乘坐一辆皮卡 来到边境自首 尤其兵德鲁卡特 在探员金伯利 巴克豪森 曼努埃拉 以及一名精神科专家的陪同下 接受了拉米雷斯的自首 整个过程 拉米雷斯都保持沉默 霍利在得知 拉米雷斯被捕的消息后 非常高兴 他终于可以彻底走出阴影 开启新生活 拉米雷斯被指控犯有多项罪名 他被指派了辩护律师 在审问中 拉米雷斯以精神错乱为由 拒不认罪 在准备起诉期间 警方确认 至少还有六起凶案 以及两起受害者身份不明的凶案 与拉米雷斯有关 2000年5月18日 针对拉米雷斯的庭审 在德克萨斯州法院进行 霍利作为幸存者和证人出庭作证 经过四天的庭审 陪审员一致裁定 拉米雷斯有罪 最终安吉尔拉米雷斯被判处死刑 在法官宣布判决后 拉米雷斯称 尤其兵卡特曾说过 他不会被判死刑 法官的回答是 决定他命运的是陪审团 而不是卡特 2006年6月27日 拉米雷斯在德克萨斯州的亨茨威尔监狱被执行死刑 当时47岁 他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不相信死亡 我知道身体会腐烂 但我作为一个人是永恒的 我会永远活着 2008年 霍利在家乡成立了一个名为 霍利之家的非营利组织 旨在帮助那些 曾经有过与他相似经历的受害者 让他们能够像他一样 重建美好的生活 如今 霍利和他的丈夫和两个孩子 依然居住在埃文斯维尔 他们家背后的那片 13英亩的草地 继续承载着他两个孩子的幸福童年